因为火炮它是一个武器 那么它必须有一个平台的依托 我们最早的是炮车 你是炮架子 从拿布伦那个时候 炮架子 我们古代的也有炮架子 那么它可以靠人拉 可以靠马 叙力 后来靠汽车来牵引来拖着跑 那么但是这个 从牵引式到这个拖起来跑 它有它的改进 那么到自行呢 那更好了 那你可以一体的设计 但是自行的这个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 就是价格相对来说要更昂贵一些 就是成本更高一点 另外一个像履带式的 大多数的自行火爆是履带式自行底盘 履带底盘它本身自重比较大 而且履带底盘的话 它长时间的这种 虽然它的越野机动能力比较强 但是它的长途机动 它是受到很大限制的 一般来说的话 比较好的是要靠这个拖车 来批满拖车把它拖过去 这些长途的机动 在公路上你也很难机动 这越野机动很好 在公路上机动 你这个本身的自重比较大 在公路的一下 有的时候需要靠铁路来运 对靠铁路运输 或者是靠批满拖车 给你来送到这个相关的地方去 然后它到了一定的地域之后 它后面的这个战斗机动能力 它是比较强 越野战斗机动能力比较强 那牵引火爆的就是 它这个可以跟着跑 但是你这个是炮车是分离的 第二个你到了一定作战区域之后的话 你要进入阵地 然后要部署完成之后 然后我要这个发射完毕之后的话 我要撤出阵地 这个过程比较长 时间比较长 那么对现在炮兵作战来说的话 就是刚才东旭老师讲的现在的反炮兵雷达 反炮位侦察雷达非常先进 基本上过去讲的就是一发炮弹打出来之后 就能反推出再多两毛炮弹 就能够反推出你这个炮兵的位置在哪个地方 那么现在就是以快制快 你有炮我有炮 我就可以迅速的打你 甚至我用空中的量在消灭你 所以对于这个炮兵来说的话 战场的机动速度 快打快撤这个能力要求就更高了 那么牵引着火炮在这方面 肯定有很大的一个难题 所以一般的牵引着火炮 它的阵地要求就比较隐蔽 尽量的远离对方纵身 特别是远离对方的火炮的射身范围以内 但是你这样一来 你越往后退 你对前沿的覆盖能力又有限了 所以因为你炮的射程 所以过去的炮的发展 就是希望炮弹越打越远 火箭增程这些 利用把射程给拉上去 但是我炮阵地的部署位置 越来越往后靠 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 所以过去也叫资源火力 但是如果我是车载炮的话 解决了拖着跑的问题 快速机动 快打快撤 而且我拖起来 我到了一个地方 短停轮我就打 打了我就走 这个转移 所以他自身的生成能力 可以得到很大的提高 相对千亿来说的话 不仅是可以 全域的机动能力 到达能力 给你进一步提高 更重要的是 他快打快撤 这种战斗生成能力 可以得到显著的提高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一个战术的要求 因为对于现在炮兵来说的话 虽然炮兵是战争之神 在拉伯仑战争 一直到二次大战期间的话 战争之神的口号 一直叫得很小 但现在战争之神 也遇到新的更多的挑战 所以他要目求新的发展 我想这个卡车炮 就是一种新的思路